第3裝甲艾克斯 嗨大家好,我是飛正乖實習生UNI 昨天更新之後 大家都有看到新增加的卡片系統了嗎? 如果還沒看到 或是還不確定要怎麼得到卡片的玩家 我們等一下會在這支影片跟大家說明 有很多玩家不停在敲碗說 該出南角了吧 這不是出了 幻眾矚目的第3裝甲艾克斯就此登場囉 第3裝甲艾克斯最開始是在X3中登場 它的設計是根據之前艾克斯使用裝甲的戰鬥數據 經過分析之後進一步強化所設計出來的 相較於前幾代裝甲 第3裝甲增加了晶片系統 在原作中可以根據需求來安插頭、身、手、腳的晶片 然後安裝上最強的超能晶片 就能發揮所有部位最強的潛力 外觀上更是直接鍍金 變成黃金裝甲 到了X-Type 中發動超能晶片後 就會變成這一個非常具代表性的黃金裝甲型態 同時增加攻擊力跟防禦力 而它的第2招 交互集氣射擊 則是可以使用雙手分別射出的雙彈 當第2顆能源彈碰到第1顆時 2顆能源彈的威力都會加倍喔 另外在原作中第3裝甲的各部位效果 包含靜止不動可以回血 過一段跳躍 要受到攻擊時會獲得互動 都移植到X-Type 中喔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卡片系統的說明 卡片分為兩種 一種是角色專用卡片 也就是在發動條件中有寫上角色名字的卡片 這類型的卡片可以提升角色技能的效果 但在安裝角色專用卡片的時候 只會發動最右邊的卡片的效果喔 第二種卡片的發動條件 是需要滿足顏色的排列組合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發動畫面上的卡片 那麼在角色卡片欄位上 就需要安裝上有藍色和綠色色球的卡片 那麼要到哪裡才能得到這個卡片呢? 這位玩家你的運氣真好 玩家可以在共鬥或是競技系統內 取得共鬥幣或競技幣 然後前往商店內的代幣選項進行兌換 第二個方式 是在研究所等級4以上 可以直接製作出來 之後我們也會在商店內推出卡片禮包 最後本次的排位賽競技獎勵 跟結算獎勵也都更新囉 大家可以在排位賽當中獲得大量的競技幣 來兌換喜歡的卡片 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就到這邊 今天要去抽第三裝甲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30分鐘 時間到 weekly 是 Coach